夏天到了 看到野外清澈见底的溪水 民众迫不及待想下水降降温 只见男子朝水面慢慢走去 但不到两三步 水竟然瞬间淹过他的头 脚也踩不到底 险些就灭顶 可千万别被自己的眼睛给拼了 看似浅浅的水湾 几乎快要淹没一位成年男性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 这个叫做关的折射原理 关在不同的介质里面产生变化 在空气里面的速度比较快 水里面的速度就会被影响 角度就会变化 就会浮起来的效果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水底的胶石 在水面上因为光学折射原理 水底的物品人眼看过去 仿佛都在水面上方 因此才出现影片中 感觉池水变浅的奇妙现象 看似水浅实则相当危险 专家提醒下水浅 可用简单技巧判断水的深浅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河水颜色判断 颜色较深为深水区 较浅则为浅水区 还能通过流速观察 一般浅水区流速较为湍急 而深水区几乎不会流动 贸然下水很容易发生逆水事故 夏天完水一定要到 正覆核定的安全水域 这个溪谷状况 其实因为它都会有胶石 所以这实力部分可能都会影响到 你在整个溪谷判别 在深度的时候会有一些落差感 炎炎夏日 小心别再让眼睛受骗 下水前可要好好分辨 才能玩得开心又安全 记得钟城梁范雅桥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